車主要開箱 開始了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是二代Focus 這款Focus的車主 因為他想要跟演藝圈的小豬一樣帥 所以他改裝了好多好多東西 譬如說改裝了這個是 全部都是這幾個月裡面改裝的 這個是18吋的鋁圈跟輪胎 然後KT的話是 前面是大6 大6加上356 356的碟盤 後方的話是加大碟 本來這台車也是改裝KT的避震器 所以很多Focus的車友 應該都有試乘過這一款車 車主今天為了要當帥哥 所以來升級KT的 氣壓式的避震器 氣壓式的避震器 其實有幾個地方可以介紹 第一個 系統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 整個承受感的部分 因為承受感的部分 是KT覺得最驕傲的地方 畢竟KT是做統身來起家的 所以統身的一個匹配的話 跟彈簧的匹配 其實氣壓避震器 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工廠裡面 也有很多的車友 做過我們工廠裡面 台中工廠的一個氣壓避震器的實裝車 像是在武器車 台中的武器車 Apple老闆 自己也是裝KT的氣壓避震器 所以我們有提供很多氣壓式的避震器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一般來說 之前的氣壓避震器 通常都是好看好玩很帥 可是不好做對吧 但是KT的避震器 穩武兼備 如果要帥的話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要下賽道或者是 跑跑山路的話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可不是經理說的算 都很歡迎車友們來試乘看看 包含改了二階的Golf GTI 也是一樣 或者是說之前我們開直播的 上一次開直播的 Golf 7.5代的Performance 車主的話 一樣都是選擇KT的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台車的話大概都改到300多匹 所以這樣的動力的話 其實氣壓的避震器 阻尼就顯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先從後方的話開始來介紹 有的產品其實已經改裝了一段時間了 像這個是後方的加大底 這個已經改了一段時間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針 在氣壓的部分 筒針的阻尼值 剛剛說到了 跟彈簧式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 本來彈簧的部分 變成由氣壓來做取代 氣囊來做取代 那一般來說 彈簧就會分成幾公斤幾公斤 一般的道路板 這台車前面是7公斤 後方的話是6公斤 但改氣壓之後 最主要的就不是靠公斤數 最主要是靠氣囊填充的壓力 來取決兩個重點 第一個乘坐的舒適度 第二個就是車高的部分 如果這樣的氣囊結構 車撐得很高的話 它就好像是一個彈簧公斤數變高 撐度高所以自然就變得很硬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昧的降的很低 或者是升的很高 它還是有一個 它希望標準的一個工作的壓力值 像後方的氣囊跟前方氣囊的話 我們一般都大概 打在大概50到65這個區間 就是很適合一般道路行駛 甚至比一般的避震器還要更舒適 所以這個是氣壓第二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如果要高要低都很方便 像我自己開的氣壓避震器 也有一個功能 一般來說前面跟後面大概是一指幅左右 可是常常要到大賣場或者是地下行車場的話 它有一個大斜坡 大斜坡的話也不用一整台車都把它撐高 只要按一個記憶鍵 它的前面就能夠獨立抬高 所以有很多的方便性 是一般的彈簧避震器 沒有辦法來取代的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帥度不一樣 它這個一樣改了之後 一樣是阻尼可以調整 那氣壓的避震器 最主要的還是在於行程的設定 這個比一般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話 更來的重要 像這個後方的行程 假設它是15公分的話 那我們一般待會降下來的車高是一指幅 是一般車主想要的一個行駛高度 那一指幅的話 它的作動行程就會坐落在15公分的中間值 那就是一般開起來是會最完美的地方 前面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取行程的一半就是最適合的位置 當然這個狀況它還得要跟其他的狀況來做配合 譬如說它氣體的壓力 大概最完美的狀況就是在行程的二分之一處 那後方的系統我們大概有完工 可是這個只是初步我們把系統裝回去而已 所以並還沒有在做裝潢 所以可以鏡頭把它拉上來 我們大概來做介紹一下 應該夠亮耶 夠亮 好這套系統還蠻簡單的 一個氣瓶 然後這個是Pump 這個是電磁法 還有一個 那這樣的接線系統其實可以接紅火 那也可以接 看得到嗎 可以 來我再拉長一點 我來拿 可以接 接紅火 那也可以接 永久正電 所以有很多的接線方式 OK的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所以它是靠一個接線的方式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需要靠兩個東西來接線 第一個我們電瓶 像是歐系車或者是雙臂的話 它的電瓶就放在後方 那個接正電來到這個系統 就比較簡單一點 但大部分的車子 電瓶都是在前方 所以需要拉一個正電 電瓶的正電 拉到這個系統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從這個系統 再拉四個管路出去給四支避震器的氣拿 所以在施工上的話 我們今天好像從九點開始施工 那到現在才完工 所以施工的時間 會比一般的避震器還要更隆長一點點 但走線的方式 譬如說走管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正電的部分 就會建議 有一個地方還不錯的 就是走煞車油管的部分 第一個煞車油管 這個地方一定不會被其他地方所干涉到 或者是有危險性 所以會建議走煞車油管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也有改裝 前面的話改裝的是KT的大六 這個是大六的 配上18吋塞到緊繃 就是356 這個黃色卡鉗 配上這個水泥灰的車色 也相當的顯眼 那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彈簧的機構 就改成氣囊了 這個還沒打氣軟軟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都是很OK的 那當然像這些的油管固定下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其實就跟一般的避震器 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最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管路 這個管路就是從後方行李箱 打氣過來這裡的 這裡有一個氣體的管路 那這個的話 剛剛經理有提到過 這個阻尼的黃金區段 也得要設定 像這個前面的阻尼 是11公分 那車主想要降下來 他平常行駛的車高 是一指幅左右 所以會設定 大概在一指幅的時候 它的作動行程 剛好壓11公分的一半左右 那就是設定最完美的地方 因為氣壓避震器這個安裝 如果會底盤系統 會積電系統 對於安裝的話 並沒有一個特殊的技巧 電要接對吧 線要接對 就都可以作動了 可是這個氣壓避震器的設定 其實就是剛剛經理講的 這些的Mega 如果車友們有很多熱血的 或者是很多想要像這麼帥的車友 其實可以聽聽看 跟經理剛剛的建議設定 這個都是會很重要的地方 那再來還有一點 如果像這個前面要調整車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管路 就是在一般開始設定 也許有可能 車主想要日常行駛的車高 是要變兩指幅 那不能只有單靠這個的氣囊來改變 氣囊改變遙控的話 其實它只有辦法改變暫時性的車高 那如果要經常的車高的話 有動到這個管路的話 就建議要裁掉一節 這個是標準作業流程 如果這個管路有動到的話 就一定要裁掉那一節 之前有鎖附過的 有變形的 再把它鎖附回去 才不會有漏氣的狀況 那一般我們今天完工 都會建議車主 再放個一夜左右 如果放個一夜之後 12個小時之後 車高或者是氣囊的壓力 跟前一天是一樣的 那代表這整個回路裡面 沒有漏氣 那就可以交車了 那如果有漏氣的話 就要仔細來做檢查 通常會漏氣的部分的話 不外乎是這些的接頭 一般要在管的中間有刮到 或者是有折到之類的 那樣的機率的話 就會比較小 但是這樣的管路 其實它的可饒度並不多 它其實做一個硬管 所以如果有折到的角度 太大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漏氣的狀況 所以像這樣前方的懸吊系統 它是麥花層 麥花層如果之前有看過經理直播的 就知道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負責上下震動的吸附 還得要負責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會有轉向的狀況 所以裝好之後有一個重點 我們需要把方向盤 打到左撕點或者是右撕點 看看這些的管路 看看這些的油管固定 油管 油管 金屬油管 有沒有乾涉的狀況 那如果乾涉的狀況 就需要移動到不會乾涉 讓它的角度作動到最小 乾涉的狀況 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有微幅乾涉的話 那就需要在這個管的外面 我們抱一下蛇腹管 讓它的耐用度的話可以更好 所以這個是在安裝的這些細節 那當然啦 像這個托盤 或者是螺絲蓋鎖緊 這個就跟一般彈簧電器一樣 都應該要做標準的一個SOP的作業 但是這一套系統 不只是能當帥哥能高能低 其實這個也能夠調整軟硬 那調整軟硬的方式就跟我們彈簧電器一樣 像這個的話都是單桶正叉 都是在避震器的上方 所以調整上的話 以這台車來說也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有鏡頭前有氣壓的車友 有任何問題很歡迎一直詢問 有人提問嗎 應該沒有啦 好 管還要加那個方的護材 有網友有 有有 對對對就是剛剛基底說的 因為這個我們是先暫時 大概完工90% 後方的一個裝潢也都還沒弄好 所以對這個的話會包一個蛇腹管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謝謝車友們的建議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每邊待會有空的話 可能會再補一下鏡頭 就是這台車遙控也好 或者是App也好 來控制的一個狀況 會補在文章的回覆裡面 謝謝大家 還有問題喔 沒有 沒有啦 好那今天介紹就到這裡囉 好 謝謝 拜拜 歡迎大家來試乘 我們有氣壓的電信 歡迎大家來試乘 可以遙控高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遙控高低 謝謝